大家好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我是李沐阳 昨天北京地区刮了一整天的风 被吹断的树枝随处可见 不过更劲爆的大风是发生在深夜 前中共证监会主席 现任的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副书记 理事会主任刘士宇主动投案了 这个消息被网民称为深夜的睡前炸弹 直接造成了江苏上市银行的大幅跌落 5月20日 紫金农商行、苏农银行 他们的跌幅一度超过了6% 中纪委网站公告说 刘士宇同志涉嫌违法违纪 主动投案 目前正配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审查调查 但是对刘士宇涉嫌违纪违法的具体内容 通告没有提及 我们看到中共官媒人民日报海外的微信公号 侠客岛发文说 当年大骂A股骇人精的刘主席 如今也成了骇人精 而且文章还配了一个贪手的表情符号 那么这个刘士宇主动投案 他究竟犯的是什么问题呢 在刘士宇主动投案的这个消息曝光以后 我们看到大陆财经自媒体 叩口财讯刊文指出 刘士宇的落马可能与债事一姐 就是南京银行资产管理业务中心总经理 戴娟跟他的失联案有关 戴娟的失联案指的就是 今年2月15号 戴娟被南京施纪委带走以后 一直没有消息这件事 之所以戴娟被称为债事一姐 这个可能跟他年收入之高 有一定的关系 据大陆媒体披露说 1997年的时候 当时只有20来岁的戴娟 加入到了南京银行 随着南京银行快速奔跑 戴娟成了国内最早 从事债事业务的人员之一 也成了这个行业当中 为数不多的知名从业者 前后20年当中 戴娟的职位在升前 收入也是越来越丰厚 早已经达到了八位数 也就是上千万 因此有人把他成为是戴总 更多的人称呼他是债事一姐 据Coco财讯披露说 戴娟的问题是涉嫌 结构化产品的利益输送 形成了贪腐 文章披露说 说在流逝于任政监会主席的那三年当中 江苏省的金融机构掀起了一股集体上市的热潮 即便是去年这个上市最艰难的年份 江苏仍然有22家上市企业 一举超过了资本大省广东和浙江 成了当年的中国第一大省 那这其中 显而易见的就是 刘世瑜的那个家乡情节 正所谓进水楼台先得月嘛 不过对家乡的这个关照 也成了他落马的线索 美国之音指出 刘世瑜主动投案 可能与他的家乡江苏公开募股 成为全国第一省份 期间牵扯到复杂的利益关系 有一定的关联 我们看到就在戴娟 他们这几个人被带走的5天之后 就是2月20号 南京银行发布一个消息说 戴娟等人因为个人原因 不能履职 这就等于是在侧面 证实了这三个人已经被调查了 那这个时候 证实刘世瑜被莫名调离 证监会主席一直不久 1月26号 刘世瑜去了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任职党组副书记 还有理事会主任 这个职位的移动 当时就已经引起了很多人的猜测 因为虽然从级别上来看 刘世瑜这个当时的调动 是属于平调 都是中共的正部级机构 但是在更多人看来 这是中共对刘世瑜 在证监会的工作 毁誉参半 当时财新网引述知情人的说法 说戴娟等人和刘世瑜 是过从甚密 戴娟等人被调查当中 已经供出了很多违法违规的信息 其中部分 重要的线索都指向刘世瑜 有了这些线索 那更高一级的监管层就在顺藤摸瓜 从四月末开始就转移了这个调查方向 指向了刘世瑜 我们知道当时正好是中国的五一小长假期间 但是在证监会系统当中 内部已经开始就流传了 刘世瑜被调查了 大陆媒体表示 随着戴娟案调查的逐渐深入 刘世瑜深知自己是难逃其咎 最终决定选择主动投案 刘世瑜是中共十八大以来 在省部级官员当中主动投案的第二例 第一例出现在5月9号 就是今年的5月9号 秦光荣的这个投案 连续两例正部级官员投案 这成了中共官场非常罕见的现象 我们知道以前中共官员 那不到最后一刻是不低头的 不见棺材不落泪 而现在似乎已经发生了变化 转向了主动投案 中共官媒说 知道逃不过去 还不如主动交代 好歹也争取个坦白从宽 主动投案也好 被调查也好 中共对刘世瑜仍然使用了 统治这个称呼 我们知道中共的一贯要求和政治规矩 在官员被审查期间 仍然是中共党员的身份 所以使用统治这个称呼 也说得过去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同样是主动投案的这个秦光荣 中纪委并没有使用统治 有网友指出 如果问题不严重 现在和以后都可以继续是统治 那如果问题严重 就算现在称呼统治 以后也难说 我们知道目前正在被调查的 这个秦光荣 一直是讨好江泽民的 他迫害法轮功是非常卖力的 他因为自恃有江派给他撑腰 所以曾经公开的跟中纪委 鼓励举报这个事 对着干 2014年周永康被拿下的第二天 秦光荣说 不能因为一点自身利益就举报 自身清白实干事的这些 也不要怕被举报 另外呢 除了这个双方称呼上 有这么一点区别 刘世瑜和秦光荣的这个通告 还有一点不同之处 大家知道 对秦光荣的通报 说是正在接受调查 而对刘世瑜的这个通报 说是正在配合调查 一个接受 一个配合 这就显示出了一个主动 一个被动的区别 另外呢 对刘世瑜的通告 比秦光荣的通告 还少了一个渲染的词汇 就是严重 从称呼上的差别 从主动与被动的区别 以及严重有没有 我们不知道 这是不是在暗示 这两个人所犯的事 严重程度有什么不同 中共对他们的处理 有什么不同 不过呢 不管称呼怎么样 也不管是主动投案 还是被动审查 都应了那句话 出来混 早晚要还的 好的 感谢您关注新闻看点 再会